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來!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各個純槍涉驗 論盡堅下正事 華山論劍 節目主持陳華鴻 嘉賓主持李逸 各位聽眾大家好 又是回到華山論劍的時候 有我陳華鴻在這裡同一主持 大家好 也有我李逸 請到李逸 阿Richard上來 最主要就是 因為這次討論題目 都是講一個很法律性的問題 就是因為聯邦政府 這個禮拜 公佈了一個新的法案 法案就是 要監管 或者要處理一個 我們想最容易 被人知道的行為 就是嫖妓的行為 因為很多文章都寫了 叫做Postitution Law Bill 我們姑且譽為一個嫖妓的法案 但是阿Richard 你剛才跟他聊天 你好像說 可能也有一點點斟酌 可以討論一下 談一下解釋一下 這個呢 或者阿Philly 你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他這次有這個做法呢 我想你和我也知道 這個做法的原因 因為在差不多一年前 加拿大最高法院 就一宗案例 去進行一個判決 判決的原因 就是 有些民權 人權組織 認為聯邦政府 現在的刑事法裡面 關於檢控一些 賣淫或色情性工作者 那個法案 就是有侵犯到 性工作者本身的人權 有三個部份 就被判為違反人權大法 沒錯 一年之內 被聯邦政府糾正 如果不糾正 那三條法律就沒有效了 沒錯 那就引伸到 剛才我們說 聯邦司法部長麥凱 這個禮拜公佈了一個法例 就是他容易 根據最高法院的裁決 去進行修改法例的工作 他認為是根據的了 但馬上已經有回響 他完全沒有照顧到 九個大法官的關心 所以馬上已經 一來反對黨 這個就是指名道姓 就是新民主黨 馬上在國會提議 將這件事 再交給 將這個新法案 馬上交回 加拿大造谷法院去參考 看看有沒有挽救到 他們認為的錯漏之處 如果我們政府是接受 新民主黨這個建議 那就很快 通常有些人說 有效率就是最好的 很快就會爭取到 很快的意思就是快些 這個 加拿大造谷法院給他一個崎嶇 聽政府律師的意見 聽外面民間某些單位的意見 然後再做一個決定 廢了這些新的建議 廢了他的一部分 或者說 我們滿意了 另外呢 民間的單位馬上又已經站出來 就說如果政府自己 不將這個新法案 拿到九個大法官的面前 叫他們再判一次 我們就會強迫政府這樣做 入品法庭 是 我就想問 根據你自己 看回現在政府提出的新法案 你會覺得他是不是已經 達到了九個大法官 在最高法院那個判案的時候 那個判詞內容的要求 提出的地方 那我又反過來問你 但是呢 我就和你分享了一些資料 好啊 其實我也很希望 有一天可以問到 我們在聽我們這個節目的聽眾 我也希望 第一 他有一個範圍 因為他有三個範圍 被認為要處理 九個法官說你一定要處理 不然他就廢了這條法律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政府現時的刑事法裡面 種種的限制 對於一個性工作者 他說 我希望 我願意 用性服務 來賺取 我客人的金錢回報 那他就說 你不可以在公眾地方兜售 那這個他就說 因為這樣就迫到 那些性工作者 很多時候要很避忌 變成要去一些 燈光不是太猛的地方 變成要去一些 是警員很少到的地方 譬如偏僻一點的地方 譬如過了某一個中數之後 一些所謂工業區 是不會 很少有人出入的 那些地方 就有看到例子 就是引致到很多性工作者 是被肉體的侵犯 甚至是謀殺 那這個就很明確 九個法官 因為他是九對零 那他就認為這樣 就因為人權大法 有一件事 就說任何人 在加拿大 都是有權 有那個自由權 是得到 生命 自由權 自由權 安全 就變成人身安全 受到威脅 因為你不准他 在公眾地方 兜售他願意出賣的東西 我明白 現在他這方面改 聽長也說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現在仍然 如果性工作者 在公眾地方 他舉了幾個實例 包括商場 另一個是 neighborhood 就是社區 怎麼翻譯 香港來的就是 王國尖沙咀 一些地區 他說如果這些地方 是一般人 合理的常理之下 是認為會有 未夠十八歲的人 在場的 有機會 其實你認為有沒有 減低了性工作者 九個大法官 一年前認為 他的被迫害 要政府改 你認為有沒有改良 用我的常理去看 我覺得是改變了 有沒有改良 改好了 哪方面 第一樣 就是 用一個常識去想 就是說 這個法案 因為 我剛才說 在這個法案 這個說法上 它是令到你 不會一定要去一個 很偏僻的地方 因為有得爭拗 爭拗是怎樣 就是地區的意思 我不知道 它跟著 定義是怎樣 包括說 居住地區 聽到自己這樣說了 因為它的重點 我覺得 那個感覺 就是聽完你剛才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 沒有完全看見 Maccoy的 但我會理解為 它是沒有18歲以下人士 容易聚集的地方 不是 不是容易聚集 是有相當的可能性 有機會 在那個地方 那個時間 那個地點 有機會 在那裏 在那裏 嗯哼 意思上 我會理解為 它是把範圍 如果是要進行檢控 就是用舊的法例去檢控 現在它是用新的法例去檢控 它是用新的法例去檢控 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不是 它絕對沒有要求到要容易 是的 所以不是這麼容易 只要有機會有 你就有權告你了 嗯 那就可能沒有什麼大改變 那個原意 會不會 沒有改變 沒有改良 你說沒有什麼大 就似乎 但是中中的都有 為什麼 沒有那麼大 因為 我不知道 去到法律上的定義 即將會去到 但是 如果是 它要檢控的一個地方 的話 它是不是要考慮到 在檢控過程中 將會打官司的勝算 如果我理解到 無論是辯方還是控方 這個控方要先解釋到 讓法官知道 以我們的 加拿大法院的法官 是要按常理去推斷的 就是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就說 你要告這個人 性供國學者 在根據這個新的法案之下 去一個地方 而你覺得那個地方 是很容易出入的 但是事實上 那個地方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出入的話 你要解釋給這個法官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在檢控程序上 現在 是不是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你要多重的考慮 但是有不同 是不是有改良才行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檢控當局 要面對這個解釋 要多重顧 是不是改變改好了 我不知道 我不敢肯定 但我覺得可以是 沒有人敢肯定 但是 我們站出來 是評論員 通常 你也說得對 我真的沒有意見 那就沒有意見 我就覺得 是一定滿意不到 那個大法官的 OK 你認為有機會滿意到嗎 如果按照這樣說的話 安全的地方 就是希望我隔離 有些人為之安全 就是常理 我們用很客觀的立場 去看這件事 不要是 要是 我今上就是喜歡這個政府 或者今上我很討厭这个政府 那两个都是有一个偏激性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这个点 所以你刚才问过我就刚刚回答你 我只是觉得会不会改变好了一点呢 我就有点传疑 但我不是会假扮白鹿所以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但我这么说 你有这样的传疑是基于你又看到什么 令到你觉得有空位去传疑呢 因为我刚才也解释过那个传疑的空间 去到检控程序才会有这样的可能 收窄了的考虑 但也可以是没有的 所以我传疑的点在那里 因为我原有的旧例 现在大国法官说要废的旧例 是不是毫无空间 总之我见到一个性供业者 我警方就可以有权去检控 现在旧法律又是说in a public place 现在就是in a public place where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might be present OK 可能分别不大 如果这样你听这两个字 你敢说这两个字 我感觉分别不大 我感觉分别不大 那就是了 那怎么会满意到九个台法官的不满呢 但 可能 如果 你这样说 我觉得 都应该是要重新想想这个问题 但他已经想了 10个月 11个月的了 怎么会重新想呢 他也是实际 因为 他重数政府 他为什么不可以施行 但是 他一定可以通过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 第一个问题 不如我现在休息一下 先回来 问你提醒我 心中另一个问题 好啊 我怎么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为什么申请按揭要找专业房屋按揭顾问呢 与银河有什么分别呢 申请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我第一次买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别优惠呢 这么多楼房买卖的问题 就要听实一klikradio 每个星期二播出的楼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 和嘉宾主持Alan宋一良 会帮大家解答不同的楼房按揭问题 千万不要错过了 www.1kliksoeasy.com 1klikradio 只要1klik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好 回到华山论见第二节了 我想问 刚才问你之前 Richard说有些东西 我想跟大家澄清一点 我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大家听了我刚才和Filly的对话 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 或者误会 以为李日是说 李日是赞成 性工作者 出去兜售 他的性服务 是完全 没有机会被刑事控告 我只是说 以看完九个大法官 11个月前的判词 以后看回 部长自己 说回 他的新法律里面 如果焦点放在我刚才说的那点呢 常理 是没有一个角度觉得 九个大法官不会再推翻他这一部分的新法律 即是徒劳而无功 即是我的批评呢 就是说 这个政府 这个司法厅长呢 是没有 有条理去处理了 他需要处理那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 他没有处理到 没有成功处理到 嗯 我刚才呢 明白大家听到 Richard的重点是什么 我现在先 等我 我刚才说完之前 有个问题 我不是觉得 这个法案的草耳 其实是一个 这个新法案 是针对那些嫖客的吗 即是 他有这部分 但是 我们刚才讨论的 是另一部分 这条法案有几个部分 刚才那个 就是 Communication of The Purpose of Selling Sexual Service 那个部分 有一个法案 那里引用了 could reasonable be expressed 有个小孩在附近的话 就已经是有犯法了 这个问题 就是职奥教育者 都会被起诉了 这个就是 刚才Richard说的 这个条文 这个法例 这个条文 就真是未必 应该是缓足不了 九个大法官 在去年 作出的裁决 会再被推翻 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应该要保障 性工作者 在 这个情况之下的安全 是保障不了的 你不保障到 我们九个人的满意 我就会再废除你的新法律 所以其实 那个点在那里 但是我的问题 就是问另一个 如果 我当作我们按下不表 因为会被大法官推翻的 如果针对面是那个嫖客的话 这个法案本身 另一个针对面是说 会针对嫖客 如果你 就是那个 这个 购买这个 服务的的时候呢 你会是可能成为 被检控的 你会被检控的了 不是可能 你会被检控 罚款是五百元到五年入狱的 就是个刑罚的 那个准则 就这个法案 这一点来说 你觉得 是不是可以做到 如果没有了另外你刚才那样的值得争议部分的话 这个法案是缓足到 九个大法官在去年定下的三个准则呢 这个 我相信联邦政府又是拿来 只是说我处理了第一个问题而已 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马上就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没错 我相信政府将来站出来 拗 去维护他这个新法律 他就说因为我是更加一贯性 全面性地打击这些客户 因为这样而带出一个后果 就是改良了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了 我完全知道我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但是又听到 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就说 好的例子就是纽西兰 纽西兰那个是完全不能够告性工作者 就算在公众地方 就看到 有这样的改良 但是他提到另外有一个 不同的国家 他就是 走着 北欧 走着我们 现在跟他类似的方法 是看了这三年五年的数据 在那些国家 有了 类似我们现在推出的新法案 类似说 再一贯性 和 广泛一点 将焦点来到 惩罚那些嫖客 反而 带给 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更严重了的问题 是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呢 这个报道 传媒也有讲及的了 但是当然 那个只是一个意见 将来能不能够 赢取到那个大法官的认同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相信 就是正说那样 他仍然都 惩罚性工作者 某种情形之下 就引致到 会被推翻的了 当然了 就是这个 你刚才说的 第一个点 已经 解释得很完整了 但是这个 他又是拿来 你现在 highlight了这个问题 说 他比较重手的 去 打击那些嫖客 政府又是预备拿来 拗第一点 来救第一点的嘛 我的意见仍然是说 那个是不足够去救第一点的 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会 会不会发生的情况 就是说 现在政府是 看个势 他就应该是想坚持 他会继续用大多数政府的 优势 去通过 然后 又被 关注团体 又可能放上去 最高法院里 要求打个大家官 就 推翻他了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又会重复 将会发生的事 如果 预测到 预测到 我认为第一点 会仍然失败 是的 第二第三点呢 我认为 联邦政府的新建议 是有建树的 嗯哼 那就是说 一定要解决第一点的问题 因为我只是推翻第一点 不需要那些东西的 那你都 我当联邦政府 都是未满意的嘛 但是 当然 我们 如果用一个 政府 观的 想法 他一定是想到 一定是要 要解决到 所有问题 未必都要解决 未必是需要解决所有问题 但他总之推了一个法例出来 应付了一年之后 到期几个问题 另外一个解决的问题 就是 不推新法律 这个又不是我提倡的 我只是 有时候 你不要介意 你这么说 有部分人就以为 政府不推新法律 去代替以前的旧法律 有得废了 不是 那个法官是说 我不是叫你去 改良什么法律 你其中一个我们 不反对的就是 你什么都不做 三条法律都废了 但是你可以为另外那两条做事 第一条你不做事 就是第一条废了 这是做事的 你不做事就等于废了 不是叫政府还要整条法律去废 你不需要了 你一年不做事就变废了 但现在就是说 我如果这样看 联邦政府的态度 就是说他不想 对了 这样就到底了 他希望 做些事出来 又不想废了法例 但又要做一个效果出来 他要处理这个 枪技合法化的问题 他仍然都不想 性工作者可以在公众地方 没有机会被刑事控罪 而去兜售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 因为其中一个联邦政府 消化部长 麦克莱的说法就是 这个是我们加拿大人的主流意见 他觉得 在其中一个点来说 然后你想问我是不是 我只是加拿大 三千几万人其中一个 今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 但我回应你一件事好不好 好你说吧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可能有部份听众没听过 但是懂不懂他不要紧要 有一个 在某些社会的群众里面 他是挺知名的 我所说的那个叫做路易士 C.S. Lewis OK 你一定听过了 听过 他关于这件事 很多人都很佩服他的见地 他就说 他曾经说过 这个 他说 对 他说很多 人为的事 人做出来的事 是 如果你是有神论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有基督 意念那个神的存在在你的心里面 你会认为某些人做出来的事 是所谓的罪恶 但是 他连他也是说 但是 我们在一个民主政制里面 如果一个政府 是要将一个 人做出来的行动 变成一个刑事罪 就不可以单单 因为他是在基督神的意念里面 是一个罪恶 是一个罪恶 而就将他变成一个刑事法 他都不同意 他说 还要有一件事 跟着的 就是说要有受害者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 现在分享这个意念呢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刚才问那个问题 带出来的 加拿大人的 现在你刚才问我的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有神论没有神论也好 你认为 一个 一般人认为是 不对的东西 是不是就应该刑事化呢 还是一定要有受害者才考虑刑事化呢 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然要认为 我同意是应该有受害者才要刑事化 如果不是我不对的东西 很多人都看不上眼 每个人都看不上眼 大家想象一下当时 他是英国人 他说 我都很难接受 如果有一天 我去到一个国家 他回教是他的教 他就不准我享受 一些美好的 所谓 wine 他就用你这个例子了 所以你的思维力也很强 但我现在有问题是 我会考虑到底性工作者的行为 他去兜售 自己的性行为 有没有受害者呢 是没有直接的杀害者的 没有的嘛 只有两个人 如果简单化了一个案子 我们通常是两个人的 是两个人发生的事 又是成年人 当然了 绝对不是保护儿童 我们不可以有抚异 问题就是 现在政府 社会 是不是形成这个 共识 因为 你问我问题 我回应给你 至少你和我都认为 有受害者应该是 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 受害者 问题就是 如果 如果性交易的行业 是会影响到一些 人的性心 对性的态度的话 这个 性态度 会不会造成一个 其他社会 道德的规范 的影响 刚刚又是老易士说的 因为我做律师也有时很参详他的意见 虽然他不是律师 他是说 刑事的处罚 那个思维里面 他说他绝对不赞成 有部分现在我们的西方政府 司法制度那些法官的看法 或者那些法律学者的看法就是说 我要将你来作为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到 我就罚你重点 这个呢 绝对是 不尊重 这个人 每一个人 在神的眼光里面 都是 价值无限的 他如果值得罚就罚 就不要说拿来作个例子 这样会比较重点 明白 就是你所说的 会不会引致到其他人 那你就去教育其他人 就不要来打多他两边 明白 明白这个 老易士的说法 我们差不多时间 又可以再休息回来 再讲一讲 你现在听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欢迎各下来临10号茶餐厅 你好 请问想点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适应服务 在这里找不到 哇 这套装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环境 在这里都找不到 哇 焗猪扒饭 肉醬意粉 风沙鸡翅 车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这里更加找不到 车什么都没有 这间什么茶餐厅来的 是10号茶餐厅啊小姐 那这里究竟有什么呢 问得好 这里有两位大厨 就是我肥龙 还有我阿神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紧贴天下大局 搜罗世界各地的催闻日事 还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还有很多生活实用贴士 总之信息一罗罗 保证你满左而归啦 这么正的茶餐厅 在哪里啊 只要每个星期三 上网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就可以收听到 1clickradio 10号茶餐厅 1clickradio 新在家国 深系香港 喂有油站啊 为什么不进油啊 油灯亮亮了 两个街口的油站便宜一点 我打算去那里入的 啥?你怎么知道那里便宜一点 才知道啊你是 去1clickradio的网站就知道 就是这么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时更新大温最低油价 而入去最新大温油价专页里面 还可以掌握大温不同地区的 最upd 最底的油价 那就可以省钱入便宜啦 询完油价 顺便听到1clickradio的节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国 深系香港 华山论剑 华山论剑 关对华山论剑 第3节了 刚才2节都继续在讨论 这个票 卖淫法案的一些争论 但我想问Richard你了 你觉得 听你刚才这么说 很明显 你会相信联邦政府 在第一个大法官关注的第一点里面 过不了关 新法律过不了关 新法律过不了关 那你会不会预期 如果在这样的声音下 而政府官员需要可能会出来修订呢 我这样的理解是对不对 政府官员其实就是那些民选议员 是政府那边的民选议员 公务员不会自己拿着做什么 当然了 政府高官就是现在所有的部长 都是民选的国务员 我怕外面的人会以为公务员 公务员是政治松立的 是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会不会联邦的保守党政府 会因应这些声音而作出修改 去现在递出这个 因为投出而已 可以修改的嘛 去到尾 理论上 那不是不回答你的问题 就要看你提议什么 提议那些通常一部分的政客 就是你提议那些合听的 他就赞你 就说我听到你的民意我就去做 其实他是因为合听 你提议那些不合听 他就找一些理由去推了他 就是他自己始终有自己的主意 你会觉得保守党政府有自己的主意 那他扔得出来就有他的主意 已经不预了改的 就是你有你的反对 也不是这么百分百的 只是说 他真的赞成继续 某种情形下刑事 去控告那些性工作者 在公众地方卖任的 错与对就另一回事 我不是说他错 但是他会坚持这个做法 我觉得他的动作就代表他在坚持着 将来会不会失败 将来会不会怕大选 来近退回一些 猜测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今次这个法案 当然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是从最高法院的判力冲有关的 但未来还有一年就是大选 也是联邦大选 其实对他来说 他都要 枯票或者争取选票 我知道我和你现在的回应 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你很幼稚 我真的很希望 任何政客 无论是政府 是反对党 都不要 都不要因为 我想 多些机会被选到 而去 做事 我希望他是他的良心 告诉他 这样做是为民服务的 有效的 有效率的 才好做 嗯 这个是我的理想 不明白 那你觉得 如果 你经常都叫我用Volpay 就是用角色扮演 我又角色扮演 想你角色扮演 如果你是联邦司法部长 默契 你觉得 会用什么方法 解决这个 当前的法案 被人有质疑的地方呢 我觉得他其他 他公布了 然后 比较焦点式 他讨论了的 除了我们刚才讨论那点之外 我是很认同他的做法 譬如说 我有没有记住 是不是2000万 是呀 他提到2000万 拿来到 在民间呢 去令到 性工作者 可以 如果是因为环境 因为 精神问题 因为 没有 一间 住得比较 正常人 都认为 是一个家的 这样的环境 样样东西呢 用这2000万 去发挥一个 帮到他们 如果 如果 我都已经可以 一日有三餐 不做 无需做性交易 也是 是的 那也都 有一段时间 我会 无需做 又 整个风气呢 人家知道的 都不会说 怎样 看小我 说你自己 都自己赚不到钱的 你都是拿政府钱 希望政府 有效 这样用这些钱 和他的真心 来说服到 我们的国民呢 对曾经是 圣经作者的人呢 有一个尊重 我觉得他是做得对的 譬如这一个 其他他提到 都是对的 就是说 多些职业辅导 多些给他们 回到学校 读书的机会 这些我完全认同的 现在一个 就是 我刚才说 角色扮演 如果你是 默契 你应该是 针对 做这些事 将那个 法案 就有得去的 那个呢 你就要继续 和你的智囊团 想办法才行的 你现在很明显 这个是过不了关的 我大胆说就 但是 回到第一个 第一节 当时说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做法呢 其实是 那个 McKay 他在 用一个 不聪明的策略 他坚持 他自己 或者保守党政府 那个 态度就是说 要 刑事化 处理这个 性交易问题 就是 坚持了之后 如果将来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somehow 如果 过不了关 对国法院法官又 就是 我很希望 有人有机会 能够和司法厅长 McKay 聊天的 我就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嗯哼 这样呢 就会说 用路易士 因为我相信 他都会尊重路易士的 当然啦 未必同意 但是至少会尊重的 跟他分享 我 我的学识 是很浅的 嗯 可能我都转达得不对 希望有识人士 去更加清楚一点 跟他分享 就问他 你同不同意 没有受害者呢 就不应该刑事化一样东西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你有没有参详过 性工作者 怎样怎样 有没有 你所说的 再小心一点 直接的受害者 如果没有 那你有没有任何其他角度 认为你要 在司法厅长的角色之下 继续要刑事化 想踢 我们要大家 大家帮到大家 改良的政府 就要有沟通 我可能 不是那个适当的角色 希望有适当的角色 能够和我们的部长沟通 那希望呢 就将 参详一下我们大家的意见 包括我们的意见 希望邀请厅长回应一下 没有错语对的 我当然 因为呢 作为一个政府 就是刚才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 无法坐在哪个位置 哪个国内国位置 或者非内国位置 它的功能就是说 要帮助改善我们国家的施政方针 就不是说 不是说 某个政党的利益 如果说政党利益的话 就已经违反了 政府 高层 或者政府 内国成员的 使命 这个呢 而我刚才对的问题就是 如果他能够真正去掌握到那个民意 如果民意真的认为一个 刚才你说的 你引述的 比如路易士先生 他那个 观点 原来是普遍 好像我和你都会觉得接受的 一个观点的话 他就要因应这个 这样的 共识 或者普遍性的观点 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最好的 对 问题就是说 如果有人用一些很私人 就是个人的原因 或者是 刚才你说的 意识形态 有些人很通常都质疑 就是保守顿府的施政 是一个很意识形态的政府 是否真的需要用一个很选票的惩责去令到政府 这个保守党明白这件事呢 这方面呢 我这么说 以我的观察呢 A党绝对不会比B党 B党也比C党 也比C党 有私心 三个党都有私心的 所以 政策上的问题 会导致保守党 会丧失了 执政党的 可能呢 这个又是猜测的 但我想 以我的猜测 这么说 我想 很多很多的 选民将来 都不会在这个着眼点 决定选哪个党的 明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Richard 这个政策有点意见 今天讲得很痛快 好 那我们就今晚到此为止 下个礼拜继续讨论这个题目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天地有正气 习言并流言 下则为何恶 上则为日升 语言 喂喂喂 你干嘛在书背正气歌 就要按电视频 我都知道他们很正气 但都不用背正气歌 不是哦 那个节目标写着 天地有正气 哎呀 此气不同脾气 你应该读成 天地有正气 每个星期四 肥龙出文 帮你介绍新戏 《环冠北美票房》 还会在电影大百科环节 讨论古今中外 一些对人生有影响力的新旧电影 咦 更明天 看电视频 就一定要听到 天地有正气 好多次听哦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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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